敬爱的首长 同志们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我给大家朗诵散文 谁是最可爱的人 在朝鲜的每一天 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 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 在放纵奔流着 我想把一切事情 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 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 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 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 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也许还有人心里隐隐约约地说 你说的就是那些兵吗 他们看来是很平凡很简单的嘞 既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高深的知识 又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丰富的感情 可是我要说 这是由于他跟我们的战事接触太少 还没有了解我们的战事 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 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 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 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 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 第一流的人 他们是世界上一切伟大人民的优秀之花 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祖国之花 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 我们已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 看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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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